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第一眼 我是陈子 在罗志祥出轨事件被曝光之后 何昌林第一时间安慰力挺周扬青 他曾经在节目中表示 前男友沾花惹草 用花言巧语欺骗自己 不用多说 这个前男友指的就是无客群了 而潘双双也是大妈前男友林峰 是渣男 一众男性人设纷纷崩塌 港媒再度爆出了34岁的艺人 李振华出轨同剧组女演员朱志贤 两个人在车中偷偷约会 被记者当场抓到 并且拍下了照片 而李振华的妻子李太太 已经怀孕有8个月的身孕了 朱志贤本身也是有男友的 此事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了 据悉当天 李振华驾驶汽车 先到蛋糕店买了两个蛋糕 其中一个是粉红色星星蛋糕 之后他便来到了朱志贤住所 接他出去 驾车来到人机罕至的地方 二人正准备 插蜡烛搞浪漫之际 记者就上前拍照 李振华朱志贤被当场抓到出轨 惊恐万分连忙用手遮住脸 当被记者问到 是否背着妻子出轨 太太是否知情时 李振华口不择言 一直解释说是误会 出轨事情暴露了之后 李振华驾车逃离返回公司 中途将朱志贤给抛下 朱志贤颜色十分难堪 遭到记者的围堵显然是语无文字 解释的也是很慌乱的 当被问到是否知道李振华有妻子时 朱志贤的表情变得很奇怪 瞪大双眼眼睛是很呆滞的 很明显是知道李振华已婚身份 在提及男友谢东敏的时候 朱志贤连忙否认了恋情 在出轨事件曝光之后 TVB的高层十分愤怒 随即就下了风口令 而李振华和朱志贤两个人 正合作拍摄了TVB的新剧《石脑放逼》 在剧中摄演的是情侣的他们 在片场经常做出一些暧昧的举动 初双入队 俨然是一对秘密的情侣一样 而男方在拍摄完戏之后 甚至会等女方收工一起离开 而前段时间拍摄期间 两个人都是双双失踪 近两个小时 害得工作人员找人 而李振华是香港先生2016届的冠军 有翻版古天乐之称 备受公司的力捧 在竞选香港先生之前 他就已经和初恋结婚了 李振华荣获冠军的时候 李太太亲自到场 两个人的镜头前热情的容稳 而李振华一直都在塑造着 自己好男人形象 节目采访的时候将太太挂在嘴边 夸奖太太持家有方 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 依然没有放弃自己 想不到结婚几年之后 李太太即将生产 而李振华的事业 进入正轨之时 却被一个孕妻出轨了 成为了渣男代名词 而朱志贤的感情很低调 本人也是有男朋友的 虽然他和吴县小生 谢东敏没有公布恋情 但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关系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而李振华之前 一直都是一个小演员 毕业之后事业频频 一直都是在一些电视剧中 饰演的很小的配角 随后在2016年 他参加了香港先生 并获得了第一名 事业才逐渐的有了好转 而李振华的好男人名声 也是从那个时候传了出来 他在比赛期间 毫不掩饰自己已经在 15年已经结婚了 并且在拿到奖的时候 还专门感谢太太陪他 度过了这一段时间的低谷 而成功成为了香港先生之后 还成功得到了一个 翻版古天乐的称号 他跟老婆更是已经在一起 15年了 见证了李振华的事业的 整个发展期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也是十分低调 只是签个名吃个饭 并且在婚后 自己的收入也是全部交给老婆 好男人形象 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 而朱志贤曾经是一名空姐 先后两次参加港线选拔 但是东洛选了 不过还是凭借着 粗色的外形和身材 成功出道 揭露不少的电视剧和电影 而朱志贤也是一直绯闻不断 2016年被指与中环开餐厅的 老板拍拖 第二年才被指与谢东敏在一起 4月29万 据港媒报道 前港姐朱志贤身穿的白色衣服 开发布会承认自己出轨 私会香港先生李振华 并且红着眼眶诚恳的道歉 男友谢东敏穿着黑色上衣 带着哭腔说道 可能是他一时有点迷失吧 其实他是一个很勤奋的演员 希望大家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对此网友们表示 出轨一次就有第二次 今年的瓜真的是很多 我都吃不过来了 出轨双方都有错 不应该只有女性道歉 然而据了解 朱志贤的出轨对象 李振华目前也正处于失联状态 两个人还将社交平台里面的内容 设为了私密状态 李振华与太太结婚五年 目前妻子正在辛苦的怀孕期间 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却在这个时候出轨 李振华是2016年香港先生的三驾 曾经参演的机场特警 在2016年就自爆已婚了 收获了不少的称赞和祝福 他也是多次坦言说 很感谢女友的陪伴 此次却在被拍到 与朱志贤在车里密会 一夜之间人设就崩塌了 让人难以置信啊 朱志贤今年已经33岁了 是2013年的香港小姐20强 谢东敏也是香港TVB的艺人 代表作友 法政先锋三冲上云霄二 等等 与女友朱志贤原本是被看好的一对 如今却陷入到了四脚链 但是朱志贤和谢东敏出席记者发布会期间 谢东敏真诚的说 自己知少所有的事情 在现阶段也会陪伴着他 走过这一关并且反思自己也有一些责任 并说道 可能是我忙于工作疏忽了他 两个人紧紧握手相互鼓励 看起来感情未被破裂 最后离场的时候 谢东敏也是轻拍着朱志贤的肩膀 护着他离开 香港小姐一直都是香港城市的名片 每年选出的香港小姐 不仅要拥有最漂亮的脸庞 还要拥有智慧过人的智商 以及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这样经过层层严格的选拔出来的香港小姐 才是最美港姐 也才能够代表香港这一座城市 是香港人的骄傲 但是这几年香港小姐的质量 却出现了下滑趋势 尤其是在人格魅力方面 选出来的香港小姐 总是会有着负面新闻 前不久的港姐黄行义出轨了谢志安 近日又有港姐朱志贤劈腿了人夫李振华 真的是给香港小姐丢脸了 4月29号晚港姐朱志贤在舆论压力下 选择了举行发布会公开道歉 有意思的是 发布会现场既然拉来了男友谢东敏一起道歉 真的是比马国民还要大度啊 甚至认为自己也有责任 另外主角朱志贤也透露了出轨人夫李振华的原因 这个理由也从侧面的说明了娱乐圈艺人们 为什么会出现感情混乱的事情 港姐朱志贤出轨有妇之夫李振华的事件发生在4月27号 两个人都是香港演员 朱志贤是曾经的港姐 而李振华也不是五名之辈 他是2016年的香港先生冠军 看来还真的是门当户对啊 可惜李振华已经有老婆了 而且老婆都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马上就要临产了 结果在27号 记者拍到了朱志贤和李振华在车内私会的照片 引发了网上引起了渲染大波 而当天有记者就介绍了消息 说是李振华开着自己的白色宝马 驾着朱志贤 一个人去到了偏夜的地方 于是跟着李振华的车 中途看到了李振华 到蛋糕店买了蛋糕 之后又相继的开车 拉着朱志贤离开了 车子越开越偏 最后停在了无人的地方 而李振华从驾驶位置下车 坐到了车后座上 记者们见状就蜂涌而上 打开了后车门时 两个人正在开心的分食蛋糕 而且蛋糕还是一个新型的 简直就是太浪漫了 看到记者朱志贤和李振华 就茫茫的低下了头 记者们就追问到 两个人是不是在私会谈恋爱 而朱志贤坐在车内丝毫没有反应 只是呆呆的坐着 在记者们的追问下 李振华就浮远的回答道 为了复工拍戏做准备 之后就迅速离开了现场 而朱志贤后来被记者追问 知不知道李振华有老婆 他回答知道 而且和李振华的老婆是朋友关系 并且否认了自己和谢东敏是恋爱关系 也说是朋友 不过在4月29号的晚上 朱志贤举办了发布会 主动承认了出轨 而且还拉拉的男友谢东敏一起道歉 这打脸来的真的是太快了 发布会现场真的有意思了 之前有马国民原谅了出轨女友黄欣颖 还为黄欣颖说好话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更奇葩的 朱志贤公开的发布了认错发布会 竟然拉来的男友谢东敏 谢东敏在现场表示 女友朱志贤出轨和自己也有关系 怪自己忙于工作对他疏忽了照顾 才会有现在劈腿人妇的事件出现 并且表示现阶段会陪伴着朱志贤 希望公众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对于谢东敏这样的大度 网友们则是不认同的 认为这不是宽容而是纵容 毕竟朱志贤已经33岁了 不是未成年女孩了 心事早就已经成熟了 具有独立的判断事情对错的能力 虽然发布会现场 朱志贤承认了出轨黎震华的错误 但是并没有过多的表述细节和原因 而有记者就私底下采访朱志贤之后 朱志贤就给出了为何出轨黎震华的理由 朱志贤表示自己与黎震华合作过电视剧 在里面饰演了一对情侣 所以就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从电视剧的角色中走出来 而朱志贤想表达的就是音系生情 其实他的这个理由也算是合理的 直接就接入了娱乐圈的艺人们混乱的私生活 那些没有自制力的人很容易就音系生情 这也是为什么明星们大多会有出轨的事情出现的原因 但是这样的理由并不能够作为明星艺人出轨的合理借口 相信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有自制力的人 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